国庆的烦恼 爸爸妈妈和仔仔在看电视 爸爸坐在一边哀声叹气的 孩子爸爸,怎么了?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马上就要国庆节了,七天长假,好无聊啊! 之前不是天天听你说累吗? 现在正好可以好好休息,在家里睡觉啊 可是,一连睡七天,那也太无聊了吧 那,我们出去旅游吧,怎么样? 旅游?不行,一到过节,全国各处都是人 人挤人的,一点都不好玩 哎,真搞不懂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 反正啊,就是无聊 宅宅,田田和乐乐在院子里 田田和乐乐看起来很不开心 田田,乐乐,你们怎么了?我们一起来玩啊 哎,本来说好,一家人出去旅游 可是我家的猫猫没有人照顾 妈妈就说,她留下来照顾她 不能一起去了 我也是,家里的狗狗没有人照顾 我也只能留下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没事儿,我们家这一次不出门 你们送过来,我来给你们照顾 真的吗?太好了,这样我们一家都可以出去玩了 爸爸从外面回到家里 他惊呆了,家里突然多了猫和狗,还有植物 天哪,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多了这些 宅宅和妈妈听到了声音,来到了爸爸的身边 爸爸,你回来了 这,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多的动物和植物呀 不是你说国庆放假七天太无聊了吗 哈哈,对啊,宅宅不是怕你无聊吗 这样还能帮到邻居,所以这次我不反对 嘿嘿,这样爸爸你就不无聊了吧 第二天一早,爸爸又是照顾猫,照顾狗,又是照顾植物的 国庆节确实不无聊了 时间一天天的,很快就过去了 天天和乐乐,国庆回来,接走了自己的猫猫和狗狗,还有一些植物 谢谢你们,叔叔阿姨还有宅宅 谢谢你们,叔叔阿姨还有宅宅 不用客气 叔叔阿姨再见 叔叔阿姨再见 田天天和乐乐回家了,留下了宅宅一家 爸爸,这个国庆节你不无聊了吧 哈哈,有这么多的小宠物陪着我,还有一些植物需要我的照顾,我哪有时间觉得无聊啊 这太好了 你们两个呀 一家人哈哈地笑着,乐开了花